你知道吗 就在那一瞬间 我都希望 王毅已经杀了阿波传长 他就一个字都不说了 你看看 你看看你害我成了一个想杀人的人 微微 我走到境界这一步都是你害的 是你想要害死我 你不是我害得是世贤害你的 要不是我这样 世贤早就把高书华母子给接回来了 可能高书华的病早就好了 到时候他和世贤和小君和小吉 四个人过得很快 而你 你只会更加凄惨更加痛苦 美方 我怎么可能害你 我宁可害别人 也不想看到你那么痛苦 你说我害你也好 你气我也好 我从来都不后悔我祖祖的一切 要不是我 高书华不会拖到病死 那两个孩子也不会到现在也没有认识贵族 我觉得我成功了 我帮到你了 那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呢 是谁说他现在要离开我 他要两手空空的走 他这个话 我已经听过很多次了 他只是个顽固子弟 我根本不相信他有这样的决心 就算他两手空空的走 也要让他孤孤单单的一个人一辈子 连小军小吉都不能给他 这一两天 我会把这两个孩子给带走 我已经跟广东那边的人说好了 到时候在车站后面的小巷子里 准备好车子 把他们给直接带走 你记住 这一切 都掌握在我的手中 事前要继续发脾气 就让他发吧 反正注定这辈子 他不可能和这两个孩子再团聚 这辈子 他要在你面前 看着你的脸色过日子 难道 难道我这一辈子 都留不住事先的心吗 美方 你最起码可以留住他的人 他害你那么痛苦 你也不用给他好日子过 也要让他尝到失去的滋味 让他永远不会和那两个孩子在一起 这是他应得的惩罚 为什么 美方 为什么我和世界会走到这一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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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爷 出事了 什么事 老爷 出大事了 快说 有不少的人 吃了咱们洋行卖出的药 不是无效 就是反而病情加重 还要出了人命 现在有些丧家的 还到洋行里 喊着要个交代 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呢 之前 进来的那些药材 都是经过一路总验的货 结果 都出问题了 不是自理 就是早就烂了 表面上 喷了些披霜 看起来还是挺新鲜的 要不就是 拿芒草冲八角 有些人吃多了 就饥口流血 死人了 不可能啊 咱们洋行 披出去的中药 一向都是好的 不可能出这种事 一定是有人 故意贷赃的 盛昌公司的人呢 他们公司的人 应该出来说话 对啊 前几天 就有人说 我们的中药材 有问题 而且 还有一些贵重的首饰 成色也不足啊 叶夫总经理说 他会处理的 还说 要找盛昌公司的负责人 出来问个清楚 没想到 今天出事 又联系不上叶夫总 我只好赶紧去查 才发现 正常公司的几个负责人 都是挂名的 根本找不到人 只有一个叫何大峰的 以前跟我们合作 做过生意 他是专门管中药部门的 但是 我派人去找他了 可他也搬家了 拉底 准备几个人 跟我去找叶鬼闻 是 老爷 有客人来了 郑老爷 打扰您了 您是 我是贸易银行的代表 有件事要和您当面确认 您请坐 谢谢 关于您店面抵押借款的事 今天我已经把所有款项 都拨进您指定的户头了 有些文件呢 还要请老爷 再当面确认一下 我没有拿什么店面去抵押 您弄错了吧 就是这些 您看一下 这些店面和土地 都是很值钱的 所以我们也给了您 很大的优惠 您拖叶先生和郑少奶奶 来做代理人的 这些就是证明 您看一下吧 这怎么回事 这文件是假的吧 老爷 这门家 快被叶尾文泡空了 这美方怎么能这么糊涂 郑老爷子 我们银行 我们银行向来是指认文件 不认人 这中间可能有一些纠纷 但是我们所有的手续和必要的合约都是合法的 不用说了 我知道 该查清楚我会查清楚 该履约的我会履约 你们银行 你们银行也没有算尽信用查证的义务 让这么大笔交易便宜形势才会出这么大漏洞 你们银行也有责任 就是啊 我告诉你 我可是丑话说在前头 这些文件不是老爷签的 全都不算数 夫人 这些贷款的合约都是合法的呀 你们要是不履行合约 对不起 那我们就法庭见吧 老爷 您看我 你先回洋行 跟那些吃到假药的家属说 洋行负全职 好 我现在就去 爹 老李到处叫人 出什么事了 出大事了 美方和伟文 拿咱们店面 向银行贷了不少钱呢 美方为什么这么做 叫少奶奶过来 你在干什么 还不快去 夫人 少奶奶昨晚跑出去 也没回来 你也没回来 世贤 你怎么连美方半夜跑出去 没有回来你都不知道啊 我 我昨晚跟他分房睡 我怎么知道他跑出去了 你 你跟他分房睡 你是不是沉不住气 把什么都跟他说了 你为什么就这么毛毛躁躁 你把什么都跟他说了 那我的心情不全都买废了吗 哎呀 老爷 会不会是美方他知道事情会败露 所以他逃走了 去上奶奶房里 看所有归宗珠宝首饰还在 刚刚我去打扫过了 珠宝首饰都还在 珠宝首饰还在 那就是没有逃走 哎呦 他弄走我们那么多钱 他会在乎那么一点点珠宝首饰吗 不 美方是个将军文明人 他随时会把自己打扮的光鲜亮丽 他不可能连珠宝首饰都不带走 那 他会不会去上海找亲家母呢 如瓶呢 刚刚我去看过了 小姐还在房间睡觉呢 如瓶也没带走 那就是没打算逃走 老爷 人都准备好了 现在跟我去找叶伟文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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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啊 我发现一件挺奇怪的事 我刚刚看见郑老爷在郑少爷 带了很多人过来了 杀气腾腾的 什么 过来了 嗯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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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您出去啊 跟少奶奶说 等风头一步 我会找她的 记住啊 到了 老爷 您看 我们少爷真的出去了 她跑哪里去了 她没说 你昨天晚上就睡在这里 老爷 叫她们到外面等 是 美芳啊 你怎么会这么不自爱 你也是明门出身的你 你让我怎么跟你爹交代 爸 您听我说 我 我昨天晚上心情不好 我喝多了酒 然后 最后 我会问 他只是收留了我 但是我们什么都没有做 爸 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别说了 你现在不管说什么 都让别人觉得你可笑和可怜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 我告诉你 维文掏空了一笔巨款 现在他跑了 把你留下 承担所有的责任 你是什么 维文他利用那个盛唐公司来挖钱 那个盛唐公司的药都是假的 现在吃出了人命 维文还利用公司的土地和店面去抵押 现在已经携着巨款逃跑了 你被他利用的这么彻底 帮他承担所有的责任和刑责 你真的身败名裂了 不可能的 不可能他跟我说 我现在起 你一个字都不许说了 你过来 老爷 我问你 维文走的时候说了什么 老爷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少爷出门前 他只说 说什么 他说 让我跟少奶奶说 等风头过去以后 他会回来找少奶奶的 爸 我真的不知道维文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真的不知道 我告诉你 你现在是重要的证人 哪都不许证 警方随时会找你问话 要是找不到你 我会让警方通缉你 老爷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行啊 还不去换衣服 我会让你再见 表现还没什么意见 说得没什么意见 我总维的 我总维的 等什么事都理清楚以后啊 就放您出来 这段时间呢 您就多担待点啊 我又不会跑 爸不会把我当犯人一样关起来呀 臭奶奶 我们 我们也是奉命行事啊 小姐 你要去哪里啊 妈妈呢 我要找妈妈念故事给我听 少奶奶有点事出去了 你先回房间玩吧 那我去找圆圆姐姐念故事给我听 小姐 如屏 如屏 妈妈现在都想抱着我 全世界只剩下您相信妈的情报 如屏 我的宝贝 这一两天 我会把这两个孩子给带走 这一切 都掌握在我的手中 事情要继续发平静 并继续让她发跑 反正注定这辈子 她不可能和这两个孩子再团聚 我们却一条人命还不够 你们还要害死阿芳 现在连李勇都出了事 她中了伟文的圈套 可可能已经死无全尸了 伟文该不会 小杨一不走二不休 大小军小节的主意吧 早知道养了只会咬主人的狗 当初就不该听亲家母的话 让叶伟文回来 我看这分明是她受益的 她一定是不甘心罗老爷 把股份全卖给了我们正家 她嫌拿钱不够多 才会叫叶伟文这么做的 否则那个叶伟文 她哪来雄心暴自胆 敢那么胡作非为呢 你在这儿瞎想也没用啊 这井也报了 也派人去找了 亲家母我也通知了 该做的我都做了 你通知亲家母 怎么了 你这不是让她知道我们这边的事 好帮助叶伟文逃走吗 你亲家母真要这么做 对她有什么好处啊 事前 这几天洋行的局势要稳住 不要走落丰盛了 赶紧抓到叶伟文 追出钱的流向吧 我还有 这几天看好美方 别让她跟伟文联络 如瓶一直吵着要妈妈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说 要不这样吧 你带如瓶到乡下去玩两天 有些事情不要让孩子知道比较好 我会把家里的情况随时告诉你 知道了 咱们先到洋行去一趟 看有什么该处理的先处理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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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太久没有用那么细的针 手头有些生疏了 你只是眼睛太累了 这样下线也不稳呢 你还是去休息一下吧 没事的小君 只是很久没有那么认真的缝衣服了 感觉有些疲惫而已 你说说我爸 他现在年纪那么大了 每天还要那么辛苦的干活 要是以前我一直在他的身边陪他 替他分担一些 他也不用那么辛苦了 怎么样 知道修补衣服没那么简单了吧 就凭你那三脚猫的功夫 想修补好我做的衣服 有那么容易吗 这修补衣服呢 比重做一件呢还要辛苦 你要把两边缝好的地方拆开 把这里修补好以后啊 再把两边缝合 这样修补好的衣服才不会变形 来我教你 爸您坐 来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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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里拆开 那就这样 这些都要拆开 把这里缝补好了以后 再把这两边缝合 这样就平整 我去 你试一下 哎 好 这是爸爸 这是妈妈 这是爸爸 这是妈妈 这是爸爸 这是妈妈 小蝶 你怎么了 你是不是不舒服啊 只是有点头晕 不想起来 你昨晚淋了那么多雨 不会感冒吧 姐姐 把爷爷送我的口琴丢了 你丢在哪里了 我不知道 昨天晚上很黑 我就到处乱走 哪里是哪条街 我也不知道 没关系 等你身体好一点的时候 我再带你去买一个新的 爸爷爷的口琴虽然意义重大 但是你没有因为简塌而被车撞 我想爸爷爷不会怪你的 那我们现在就去买吧 你说到要去买口琴 你就什么病都好了 我现在已经好了 我们赶快去买吧 好 你跟我一起去买菜 我们顺便去买口琴 太棒了 我们现在就去吧 好 太棒了太棒了 买口琴就 这个 我们去买口琴咯 你的旧口琴呢 他昨天晚上弄丢了 杨师傅 你知不知道这附近有没有卖口琴的店呀 有啊 就是远点 爸 要不这样吧 我带他们两个小家伙去买 免得他们迷路了 行 那早点回来 别在街上溜达 快点快点 我要买新口琴 好棒哦 看你高兴的 像个猴子似的 我现在好想翻个头啊 买口琴去了 我们一会就回来 买口琴去了 小子高兴 你们两个走得动吗 走得动 小英姐姐你放心 我们可是从安平一直走到这里来的 是啊 我都忘了你们姐弟俩走过那么多的路了 买口琴去了 你看他 小君 以后你们俩有什么打算啊 我也不知道啊 我妈妈 可以靠自己的能力 自力更生 我也可以 就算无法和爸爸相认 能够知道 他现在生活还平安 我也不奢求什么了 你们真的不打算和你爸爸相认了吗 其实少爷和少奶奶的感情 并不像外面看起来的这么好 或许他真的很想找到你们呢 爸爸离开我们之后 那么快就结婚了 还好妈妈一直不知道这件事 不然 妈妈一定会很难过的 小英姐姐 你先不要告诉小杰 郑少爷就是我们的爸爸 我怕他会难过的 但是这种事情怎么能瞒得下去呢 早晚有一天会被揭穿的呀 小杰呢 小杰真是乐婚头了 跑得这么快 小杰 买口气了 小杰 你别玩了 快回来 小杰 你别玩了 小心点 小杰 你别跑了 快出来 别玩了 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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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小杰没有啊 到处都没有小杰 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 太好这里人都 应该不会出什么事的 要不咱们俩分头去找 然后在这里会合 好 去吧 来 这边 小杰 快出来呀 别玩了 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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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平乖 奶奶 带你出去玩 你呢 别吵着找妈妈了 新歌 开心点呢 宝贝 笑一笑奶奶的小新歌 夫人 你还有脸来这儿啊 夫人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您说 把他赶走 我不想见到这个人 宝贝 夫人 您听我把话说完 您的孙子和孙女在外面出事情了 你胡说什么呀 我孙女如瓶好好地在这儿出什么事了 你不诅咒我家出事 你不甘心是吧 我说的是小君和小杰 少爷在外头的孩子 说什么 月月和妈妈都是小杰和小杰 是少爷在外头的孩子 他们现在出事了 胡说八道 夫人 我没有胡说八道 小君和小杰就是圆圆满满 是高书画和少爷在安平身上的孩子 如果他们真是世贤的孩子 为什么不早说呢 哎呀 夫人 我现在没有时间跟您解释了 你赶快去通知老爷吧 快去救小君和小杰啊 伯儿 哎 赶快带她去洋行通知老爷和少爷 是 你跟我来吧 奶奶 小玉姐说什么 圆圆和满满是我的哥哥姐姐 奶奶也不知道她说的是真是假的 我要找圆圆姐姐 我要自己问她 别去了 他们现在人不见了 咱们先回屋去 等爷爷和爸爸回来再说啊 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 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老爷 小君和小杰就是你们郑家的子孙 他们一路上吃苦受难 连大人都未必熬得过去 但他们却撑下来了 辛辛苦苦找到这里 就是为了来寻找少爷您的 不可能 这不可能 他们如果是舒华的孩子 我一眼就能认出的 我在家门见过他们的 不可能 不可能 小君和小杰绝对不会是我的孩子 他们不可能吃这么多的苦 他们不可能见了面不认我 舒华 舒华你在天之灵 不可能让这么惨的事情发生 这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老爷 少爷 我对不起你们 我对不起你们 你在说什么 老爷 小云说的没错 圆圆和满满 就是您的小少爷和小姐呀 你又怎么会知道的 柴房的火 是 是李永放的 差点烧死了如鹏小姐和少奶奶 我是怕她被抓 所以我才去找她 从她嘴里知道 她的目的 是要烧死圆圆 把他们姐弟俩 永远轰出 正家大门的 你都知道这些事 却一直瞒着我 我 我实在是不敢说呀 我知道圆圆是小姐 我又知道圆圆 如此的疼爱着如萍 处处保护她 那天就是她 在火场 救出了如萍 还有 她跳进水塘救人 差点把命都给送了 这孩子那么善良 我 我看了 有多心疼啊 她明知道自己的身份 她却不说 我想说 我也不敢说 我是怕李勇被警察抓去 如今李勇生死不明 又看见老爷和少爷 这么 我 我 我真没脸见你们 我 我对不起你们 我 我真该死 我该死 我真该死 你现在把自己打死了 有用吧 成人 我起来 我问你 是李勇亲口告诉你 源源就是小姐的 他没说 可是从他的态度知道 十之八九 是没错的 那这么说 是叶伟文怂恿李勇放火 然后设了陷阱 让他自投罗网 是 是啊 如果叶伟文真要孩子死的话 现在孩子可危险了 赶紧造极所有的人 找车找人去 是 给我接警长 我先走上 小灵 小灵 你怎么不乱跑呢 小灵 你怎么不乱跑呢 小灵 他们一路上去不受难 连大人都未必熬得过去 他们就撑下来了 谢谢父母 找到这里 就是为了来寻找少爷您的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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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说你坏,我好生气,奶奶才坏呢 傻孩子,你不能说奶奶坏,奶奶最疼你了,你这样说她,她会伤心的 可是我生气吗,奶奶快要不疼我了 怎么会呢,你去跟奶奶撒撒娇,你告诉她,你一定会做个乖孩子,奶奶一样会疼你的 才不会呢,现在爷爷奶奶只疼媛媛和妈妈了 为什么爷爷只疼媛媛和妈妈啊 因为他们就是爸爸的孩子,他们现在不见了 爷爷叫警察去找他们,爸爸也跑出去了 现在爷爷奶奶去疼他们,都不理我了,没人陪我玩 你说他们不见了 小云姐姐今天早上跑来说,他们被抓走了 小群小姐被抓走了,未未真的叫人把他们给抓走了 她该不会是 妈妈妈妈妈,你怎么不说话了 宝贝,你现在赶快找爷爷把妈妈放出来,妈妈也去帮忙找媛媛妈妈 妈妈你要找他们吗,妈妈你也不疼我了吗 傻孩子,妈妈最爱你 你比妈妈的性命还重要,妈妈怎么会不疼你呢 但是妈妈也不想看到别的孩子受伤害,是不是 你现在快去找爷爷,把妈妈放出来,快去 好,我去跟奶奶说 去吧 卫文,你希望别为了我做出更冲动的事 别再伤害无辜了 老爷,警方来人说呀,有可疑车辆出没,他们现在已经带人去搜索了 在哪儿呢,我也去看看 那警察现在还没走,可以带您去看 奶奶 怎么了 妈妈叫你们把她放出来,她说要帮忙去找媛媛和满满 爷爷和很多人都去找了,不放你妈妈出来是为她好 你听奶奶的话,回房间等爷爷的消息就好 你们都把我妈妈关起来了,快放她出来,她是我妈妈不可以被关起来 奶奶奶奶,放她出来 乌二 奶奶,快放我妈妈出来 奶奶奶,奶奶,放我妈妈出来 带小姐回房间去 奶奶奶 回房间去 小姐,回房间去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回房间 小姐,小姐,回房间 别让她乱跑,把她给我好了 拿草给你吃好不好 我要救我妈妈出来,我不要,我不要 小姐,你乖乖的玩儿,想吃什么就跟我说 别再管家里的事儿了 怎么办 我没有把妈妈放出来 妈妈现在心里一定很着急 怎么办呢 人我给你带来了 何卓